1960年7月1日 开国上将贺炳炎 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年仅47岁 当贺炳炎的公祭仪式在成都举行时 20万群众自发地为他送行 在大雨中寄托对这位独臂将军的哀思 贺炳炎有着怎样的经历 他是如何断臂的呢 见识欲经为您讲述他的故事 不需要向主席敬礼的独臂将军 1945年4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正在有序开展 此次会议的重点正是确立马克思主义 和中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 在会议休息的时候 毛主席却找到了贺炳炎 贺炳炎将他走过来 连忙起立 挺起胸膛 敬了一个严肃壮壮的军令 看着贺炳炎空闹闹的衣袖 毛主席急忙上前握住了贺炳炎的手 贺炳炎同志 你是独臂将军吗 不用这样敬礼 从今往后 免掉你这份礼 贺炳炎急忙回答道 主席 你不要我当兵了 我还有一只手能冲杀的 得到毛主席如此礼遇 仅存一臂的贺炳炎身上 究竟发生过什么呢 我们不妨先来了解 这个新中国夺币将军的由来 以及之后的贺炳炎 如何用一只手 建设新中国 16岁从军 外号小贺龙 1913年2月5日 在湖北松资县 刘家敞黑冲子口的一户 农民家 剩下一子 取名贺明炎 后改名贺炳炎 九岁那年贺炳炎母亲去世 姐姐又被送去当了童阳席 哥哥过几个人他人 唯独身材瘦小的贺炳炎 被武当一亲道长看中 将他收归门下 传授武当功夫 灵骁剑法 灵骁剑法 虽然灵动 可是贺炳炎 似乎一点都提不上兴趣 他家中有一把祖传的大刀 一亲道长 见他痴迷于大刀之术 便传授他玄虚刀法 此后 贺炳炎勤学苦练 刀法炉火春青 可纵有万般本事 也为生计所获 他用大刀给人杀猪 用剑给人做灭火 后来还做过裁副 铁匠 1929年初 贺龙部队在经过洪湖地区时 16岁的贺炳炎便想要跟随部队 参加革命 贺龙便询问道 孩子 当红军是要拼刺刀的 你太小了 等你长大后再来吧 贺炳炎听后不服气 一把抽出自己身后的大刀 我知道你是贺龙 我早就想跟你当红军了 可我父亲不让 其实别看我年纪小 可我练大刀已经七八年了 普通人不是我的对手 贺龙也是从小习武 对于贺炳炎的性格很喜欢 便说 行 那我批准你当红军了 刚开始贺龙还不放心他 担心一扇战场就牺牲 为此便将他安排了警卫班 负责干一些杂伙 可是没想到 贺炳炎在警卫班几个月的时间 便干出一件大事 1927年7月 红军在湖南 浅江渊 脖子口跟敌人部队遭遇 随之便交起手来 这时贺炳炎接到贺龙命令 前往其他部队传令 对敌军进行前后夹击 贺炳炎背着自己的大刀 便去执行命令 贺炳炎在成功传达命令后 便准备返回贺龙部 在返回途中 贺炳炎捡到不少敌人 逃跑丢失的手榴弹 走到半路 发现几十个敌人 慌张地逃跑 他便直接拿着大刀 大喊 脚枪不杀 敌人在看到贺炳炎时 并没有当回事 甚至还想反抗 结果贺炳炎直接 一人一个手榴弹 加大刀 将带头的敌军官给杀了 剩下的逃兵 也就卸了那股反抗劲 当时贺龙迟迟不见贺炳炎归来 未免有些担心 本准备叫人前去找他 这时便有人报告 老总 贺炳炎不仅自己回来了 还俘虏了十几个俘虏 贺龙听到后便笑着说 这小子将来一定是一名猛将 独臂将军 新婚之夜 不敢脱衣服 打仗勇猛的他 最终也落下了一身的伤病 据统计 贺炳炎全身有16处伤疤 一身作战负伤11次 负伤最严重的一次 就是失去了右臂 1935年11月 红26军团开始了他们的长征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是挺进前夕 在那里创建 穿颠前根据地 12月22日 26军团开启湖南隋宁时 西径的重要通道 东山被敌人一个师给堵住了 如果不尽快拿下东山 部队将很快陷入万分危急的地步 在这个时候 贺龙派出了自己最得力的爱将 贺炳炎 要他承担此次拿下东山的任务 在贺炳炎市长的带领下 红武师的战士们 士气大增 奋勇向前 一阵猛烈的冲锋后 终于把东山阵地拿了下来 然而就在战斗已经获得胜利的时候 贺炳炎的右臂 却被敌人的一颗冷弹给击中了 而且那颗子弹 还是人称开花弹的达姆弹 打入臂膀后 他在骨头和肌肉里炸了开来 贺炳炎的右臂顿时鲜血如油 胳膊断了一大半 颈剩几根筋连着 吊在臂上摇摇欲坠 据上将风云露记载 当时贺炳炎将军的右臂鲜血之流 在卫生所做手术时 全身被绑在一块木板上 由于当时没有麻药 贺炳炎只能忍着剧痛截肢 其在手术中昏死过去两次 手术完成后 贺炳炎将军说 没了右手 我照样能拿枪上战场 1942年 贺炳炎作为八路军的中高级将领 被组织上调回延安进入军事学院学习 后又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后来经过介绍 贺炳炎认识了在延安学习的江平 在认识了贺炳炎 都是他断臂的原因后 江平非但没有嫌弃 反而被贺炳炎的英雄气概所打动 一股崇拜之情 悠然而生 1942年 在中央首长的见证下 贺炳炎和江平在延安 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正式结为夫妻 据贺炳炎的女儿贺北生回忆 在两人的新婚之夜 还曾发生了一个 让母亲记忆终身的故事 结婚当晚 送走了前来祝贺的战友同志后 江平就将新房收拾好 准备让丈夫早些休息 不要耽误了第二天的学习 可贺炳炎却一直坐在下面的凳子上 不知在沉思什么 丝毫没有要脱衣服上床睡觉的意思 见他这样 江平心中一些不快 就问道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后会跟我结婚了 听了妻子的话 贺炳炎愧疚地说 我不脱衣上是怕吓到你 江平以为 丈夫是担心断掉的右臂 吓到自己 就安慰说 你的右臂在战斗中被炸掉了 这我很早就知道 我不在乎 之后贺炳炎用左手 一个一个地解开了衣服的扣子 露出了上身 江平这才发现 丈夫在身上布满了各种伤疤 枪伤刀伤 让人不忍之事 鹏主怒骂 贺炳炎 再骂我不干了 1947年年初 彭德怀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 贺炳炎担任西野第一纵队副司令员 廖汉生担任西野第一纵队政委 贺炳炎和廖汉生两人此前 长期跟随贺龙南征北战 已经习惯了贺龙的指挥风格 但彭总的指挥风格 与贺龙完全不一样 彭总非常直接 有时还非常的急躁 骂人是家常便饭 8月上旬 西野第一次攻打鱼林 一纵连续攻打了两天 都没能拿下鱼林 彭德怀直接打了电话 开口就骂 一纵是冰怂怂一个 酱怂怂一窝 贺龙的脸都被你们丢光了 彭德怀批评了一纵之后 廖汉生直接站了出来 你直接越过两级指挥 给团了下命令 如果你不信任我们纵队领导 那直接把我们都取消掉吧 你直接去指挥团 贺炳炎在一旁复合 对也骂 错也骂 我也不干了 一同参加会议的贺龙 立刻制止两人的行为 并严肃批评了他们 贺炳炎和廖汉生 听了贺龙的话后 来人来到彭德怀的面前 主动做检讨 上将逝世 贺龙瘫倒在地 1955年 新中国成立六周年华旦之际 北京政府在中南海 举行了军衔授与仪式 为了嘉奖曾经在革命战斗中 牺牲奉献的将士 国家决定授与他们军人军衔 同时为了激发军队干部的责任感 对有卓越功勋之人 进行了军衔授与和勋章的表彰仪式 此次受限仪式中 总共有1042名将军被嘉奖 朱德 贺龙等人 被奉为开国师大元帅 苏裕 罗瑞卿等人 获奉大将军衔 而在抗战中表现优异的贺炳炎 也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身批国家荣誉的贺炳炎 这是年仅42岁 建国后贺炳炎将军的身体 一直不太好 严重的关节炎和高血压 使他经常浑身痛得无法工作 但他没有选择在医院疗养 而是依旧坚持在岗位上 1960年7月1日 贺炳炎将军最终还是撑不住的 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年仅47岁 他因此成为了第一个去世的开国上将 根据贺龙回忆录记载 王震将军前来报丧时 贺龙元帅一下就瘫倒在地上 贺龙元帅的女儿也曾回忆这件事 父亲当时眼里雾蒙蒙的 一直在喃喃自语 可惜 太可惜了 他那么年轻 连儿女都没有长大 贺炳炎活了一世 把上战场打仗 看得太重 把自己看得太轻 有这样乐于奉献的将士 是国家的福气 是人民的福气